科技改变生活 Uber或将于2021年开始用无人机配送外卖Uber最早将于2021年 推出以无人机配送外卖服务 旨在多样化公司业务 近期Uber获得了针对无人机商用测试批准 和当地政府进行设备上合作 而UberZio也曾公开表示 公司正在开发无人机 可在下单后5到30分钟内 为用户送餐上门 并强调Uber不值得气称 阿里将发射迷你空间站和卫星 用于双十一网络服务 为了更好的服务全球消费者 双十一前后 阿里巴巴将启动一站一星计划 向太空发射糖果关号迷你空间站 和天猫国际号通讯卫星 去项目组人士介绍 该计划能更好的实现双十一期间线上 线下活动 届时全球消费者可以收到逐多来自太空的惊喜 分享快乐 欧日水星探测器发射成功 用七年时间到达水星去BBC报道 由日本和欧洲联合开发的比皮克轮坡探测器 单程阿里亚纳火箭 日前在南美洲成功发射升空后 现正在飞向最接近太阳的行星水星 不过该探测器需要七年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 京东集团参与发起成立区块链联合实验室 京东集团与新泽西立工学院中科院软 建所在北京共同发起成立区块链联合实验室 并举行签约仪式 据悉,区块链联合实验室未来将重点聚焦 共识协议,看量子密码算法 智能合约等七大区块链底层技术的研究及应用 提高线由区块链技术的效率 稳定性和安全性 拓展更丰富的区块链创新应用场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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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